这把武器能打16段太阳石 我陷入了沉思 怎么了 老王展示神豪 大地哥服战地府 全身硬件属性拉满 在最贵的时候更新 超能力无敌 下午兄弟们还在打建会呢 一上来就看到最新款的锦衣 武神坛明星赛32强 挂在身上是独立自己吗 职业经济选手 为学会赢 得先学会输 胜败乃兵家常事 一年那么多届服战 夺冠的只有一个 其他的都被人遗忘 所以说哥挂明星赛32强 可以的 我也挂 12技能镜台选猴 50只不一定能打成一只 你就算30只打成一只 然后你拍山鹅的时候 必须得掉虎猪猪 才能继续拍神马 然后拍山鹅的时候 可能还会掉镜台 拍神马的时候 可能还会掉镜台 所以说这种宝宝 这种就叫一将攻城 万古窟 那么多人同时 合了那么多镜台的胚子 最后留下的 其实全服没有几只 说的是 精青加再生 精青 再生的特效 在有一段时间有bug 就有紧箍咐咐有再生孤不死 后来修复了 罗汉金钟 这个项链是252 252 两个高龄的 武器的话 效里藏刀架 风云命中率 绿体膜 这把武器能打16段太阳石 我陷入了沉思 地府这个门派 神佑确实有用 但是肯定没有风云命中的有用 地府是这个队伍里最后一个死的 为什么不先杀地府呢 一定是先杀女儿的 就是给他的物理系和法系杀死了 地府的小死亡 挂贼都没有用 所以说地府一般是队伍里最后一个死的 可以没有神佑 那他其实就等于单加体质25 剩下的35魔力 可以以0.4的比例转化成法王 16段太阳石 暴力 衣服的话放下涂刀 307加21 329提米双家 这个衣服无解的 这个衣服等于他最极限的双家 带了一个特技里 然后你高防如练了 这个衣服是所有特技衣服里面 没法再抄的了 他甚至有一个放下封印的衣服可以选 他都没买 那个放下的衣服封印 封印的衣服比这个属性少了个三四段吧 但是多了一个封印 怎么选都行 他选择了这个高属性的 鞋子留云加封印1.26 腰带的话是 分怒光辉加珍宝 这个腰带出的真吓人 还好珍宝没啥用 珍宝要换个精致 兄弟们又炸裂了 17段分农特技 这号的装备细节弄的太好了 属性全都拉满没有进步的攻坚了 三封印 地府的话就是 清疯狂的三封印 这个法房灵士 还有刚才他的那个化生寺的灵士选的 都是对理解比较深的 他速度虽然没到30 但是他法房报的太多了 国标28 一个报了9 一个报了8 直接报了17连法房 一顿行为时12连法房 你自己参去吧 怎么回事 我可没捅你东西 少个手镯可别赖我 知道他为什么少手镯吗 后玩的 8号少封印位的三瓦房 封印位的三瓦房 以前3000块 后来10万块 这也太过分了 看看地府的宝宝 哎呀出奇虚迷 地府还没成铁区呢 地府还在路上 这个宝宝非常的实用 而且很难大成 好这个宝宝就很很难受 就让人很不爽 为什么你有 别人没有 因为老板超能力太过强悍 有没有学统计学的计算过 高连触发建档四方 高连触发建档四方的几率大概是16% 16%的话能触发建档四方和稳定的打三下哪个好 稳定的打三下 但是连击就能打两下了 触发建档四方再打三下 连击是一个目标打两下 建档四方是打三个目标肯定是主动的好 建档四方是特殊技能很难合的 稳定的好 你别的 你回头带高连套 建档四方累了玩不会高连 你这人有点意思 对不对成年人都选就好了 他又是一个11技能壁垒镜台 宝宝基本上都是当前版本最实用的宝宝了 十一技能全红地厅 装备 他大多数这些新弄的宝宝都是自己弄的 杀出了一条虫围 老的已经形成垄断的东西就已经很少了 现在武神那就是卷 你看他的硬件强 但是你现在谁敢说一定进决赛一定进啥 不行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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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